台中火力发电厂是全台湾最大的人媒发电厂 而这过程当中更是造成了不少的空污危害 就连南投县都深受其害 费是在人数正逐年的攀升当中 所以目前南投县政府已经计划要向台电提告 要求尽快改善空污 而对此台中市长卢秀丁强调 中火是一再的规避空污责政 甚至连污水排放都有问题 所以台中市政府也不排除 要跟南投县一起跟进提告 台中火力发电厂不只是空污严重 日前更被台中市环保局连续三次 查出污水排放严重超标 而市府更决定要硬起来 向台电祭出重罚2000万 而现在就连南投县都用外申收空污的困扰 计划向中火提告 要求台电必须尽快改善空污问题 汇线奶汇癌 在全国22个县市里面 南投县市排第一名 所以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市制 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们要联合我们7县市 大家共同来到法院 来提告中火能够近视的停止减量 同时对我们患有汇癌 汇线癌的还有死亡的话 要做一定的合理的赔偿 对于南投县政府计划提告 市长卢秀建也强调 台中火力发电厂是中部地区最大单一固定空污源头 但过去却一再的规避空污责证 因此未来也不排除跟南投县一起跟进提告 共同捍卫中部民众的健康 那我们不排除也会跟进 因为我们台中市肺癌致死率也是全国第一名 那这个跟我们全国癌症致死率的平均不一样 那所以中部地区的民众对这个事情非常的痛恶 而且这个忍无可忍 所以我们中央不理会我们 我们只好自己采取积极的行动 来维护我们中部地区市民的一个健康 卢市长也强调台中火力发电厂 是属于中央的国营事业单位 但空污问题却持续的困扰民众 因此他也呼吁中央政府必须要重视地方的身心 合力改善空污危害 记者陈穆瀚台中采访到